挑战24小时生活在枯井里 出发 进去吧 我老爸说这个井挖了有两米 温馨提示 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模仿 我要下去了 井里面的温度比上面要高一点点 我这根本连脚都放不下去嘛 好了 帐篷你可以把这个拿走了 接下来方伟带大家参观一下这口井 目前大家看到的泥土都是湿润的 因为这口井是我爸爸早上6点钟起来挖的 挖了两个小时 这边还有蚂蚁 这边是白蚁窝 我发现一只蛆蛆 它正在往上爬 就是在这里面说话会感觉到很闷 同时下面也没有风 一点都不能 挑战开始 帮我扯一点草进来 看准一点的 OK 有草的话至少还可以做一下 这口井的直径是一米 所以我也很好奇 凭我一己之力 不借助任何道具 能不能逃出去呢 大家觉得方伟可以挑战成功吗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不行不行 因为我腿太长了 所以我只能这样子 好像可以啊 这个好像可以啊 但是我的手过不来 这个手好难受啊 不行 这不能坚持太久 我的手好像扭伤了 我有点高估自己了 主要是腿撑不开 我这样子 手在后面 好像还行 好像可以啊 你看我的这只脚 我这样就可以上来了 我好像要成功了 这样我就可以出来了呀 但是好费腻啊 所以大家平时还是要多做锻炼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现在又要下去 不能拖太久 休息一下 就算是在井地 我们也要坚持学习 一个不愿意学习的人 最终只能够成为井地之蛙 那你把网红青蛙的衣服穿走 我发个朋友圈 不敢 不用谈 不可能 你死了这套心吧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三二一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不拍了 不拍了 再来一张 三二一 哈哈哈哈 太可爱了 不拍了 三二一 哦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再拍个背影 哼 再来个侧面的 呜 可以了可以了 拜拜 我还想到一个pose 亲爱的 当然呢 走了 就这么走啦 嗯 一看就不是真爱 什么东西 啊 哎 你们干嘛 哎 哼 哼 哼 哎呦 哈哈哈哈 咋了 这太坏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加到我脸上了 哎 哈哈哈哈 哎 哎呦 太过分了 你们两个 我要还给你们 还给你们 哎 哎呀 你太狠了吧 我还给你们 还给你们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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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别玩了 别玩了 没完没了了 投降了 投降了 嘿 投降丢一半 哎 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私下 哈哈哈哈 还有吗 还给你 哈哈哈哈 哎 没了 哈哈哈哈 扎手 不是要骂呀 我呢 嗯 没有了吧 降手太狠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来得太突然了 这两个家伙太坏了 明知道我出不去 用这种方法来整股 帐篷你注意点啊 哎 我有嫂子宝贝 哈哈哈哈 炸我呀 哎 炸我呀 嘿嘿嘿嘿嘿 这笔账迟早要还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看着我 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们这样看着我很没安全感 一看你们就不像好人 静静的看你表演 呵呵呵 我要越狱 但是现在我手上只有最后一把勺子 这勺子能干嘛 我突然想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销声客的救赎》 里面的男主角 就是用勺子 挖了一个隧道 那么接下来 方伟也要挑战用勺子 挖隧道 接下来就是你见证奇迹的时刻 完美呀 棒棒棒棒棒棒 方伟的 字画像 呦 这不是字画像 我有这么丑吗 外星人 这个隧道确实是挖不出去 但是这个作品还是很完美的 我们来读评论吧 哎 没信号啊 吉培 打电话试试 电话可以通 但是连不上网 那算了吧 一直有小伙伴说想看方伟挑战24小时生活在鬼屋里面 这个让我也很头疼啊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超大的 可以把我人装进去的气球 嘿嘿 你们懂的 当然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方伟做什么24小时挑战 写在评论区 失败来成功之母 那么成功是失败的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答案 大家看看我的井口 亲爱的 怎么回事啊 难道他们都走了吗 亲爱的 你们跑哪去了 的人呢 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啊 哇 我发现好长一条蜈蚣 他钻到土里面去了 我们井水不放河水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攻击我 有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们来打恐怖电话 之前就有小伙伴留言 想看我在深山脑林里面打恐怖电话 在枯井里面打恐怖电话行不行 第一个电话 八个四 据说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 我是不相信的 到底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怎么没反应 怎么会打通了 搞错了 我刚刚按的是七个四 不好意思打错了 八个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确定一下 这就比较扫兴了对不对 所以啊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谣言 恐怖电话这种事情 我也从来没信过 接下来我们拨打十三个四 拨通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这不是我没有诚意啊 这确实打不通 最后一个 这个号码不太急腻 我就不说出来 他说了一声尾音 然后就挂掉了 好诡异啊 算了 我们还是不玩这个游戏了吧 这个游戏太吓人了 各位小伙伴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恐怖电话 我刚刚打了很多个 没有一个是正经的恐怖电话 我们还是想一点阳光的事情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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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晚上比白天要冷一些 虽然井里面没有风 但是空气是冷的呀 嗯嗯 你们听到了吗 有狗叫声 因为这边是农村啊 家家户户都养狗 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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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睡袋去了 冷不冷 冷 哎 这怎么睡啊 这只能盘腿而坐 那你穿这个衣服吧 晚上真的好冷啊 所以各位小伙伴 你们千万不要模仿哦 嘿 好好好 这样好一些 我要睡觉了 哎呦 这怎么睡啊 关键是我根本就躺不下来 把脚放上去呢 哎呀我的屁股好挺啊 我的背有点肌肉扭伤 就这样吧 我觉得坐着反而最舒服 晚安 哎呦我的脖子 几点了呀 八点半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挑战还有半个小时 时间过得好慢啊 还有二十分钟 最后十分钟 五分钟 一分钟 挑战成功 欢迎回来挑战24小时生活在枯井 挑战成功 为什么我会拍这条视频呢 因为前些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张艺谋导演的 枯井 讲的是偏远 山区 几代人 为了打一口井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精力 金钱 但是对现在的我们而言 喝水似乎变得触手可及 正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不都是来源于父辈 祖辈 还有老祖宗 多年的努力才得来的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国泰民安 哎 说大了啊 总之 希望各位小伙伴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节约用水 最后再拜托大家一件事情 帮我把这条视频点赞到 2万 下一期帮我就挑战 24小时生活在 孤岛上 应该不过分吧 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